《芝豆糖》 這個《芝豆糖》做這個芝 用黃豆粉做這個底 用這個芝麻粉給它做芝 因為比較好的芝 看上去好像是寫的一樣的 我叫金慧明 我從17歲 我就跟我師父一起做《芝豆糖》 今年已經做了50年 《芝麻粉》 芝麻粉是我們安徽祁門縣獨特的產品 逢年過節 在結婚 建房子 老年輕壽 都吃住了芝麻粉 就是它有黃豆的香味 跟芝麻的香味 還有賴芽糖 也有一點微甜的味道 就在講我們中國 我們這方塊字不能有偏有辣的都能做 常做的字一碗有十幾個碗 比如講膚質 材質 極致 極強 做這個芝麻醬糖相當的複雜 開始我們就要準備這個 精鮮的黃豆要飽滿的 把那個炒熟以後 要把那個殼給它去掉 給它磨成黃豆粉 這個吃起來它的口感就好 我們也要選那個黑芝麻 我們也要給它炒熟以後 給它這個鹽成粉 我們再用這個麥芽糖 給它火候倒了以後 給它搖起來 搖起來放的這個黃豆粉 就是這個芝麻粉 再給它拖成麵糖 再給它沿成這個皮 再給它切成一塊一塊的 再給它拼成這個字 以後做個符字 符字不大一邊不做 我們是房裡做那個獅子盤的嗎 這邊是個一口甜 臉皮不能一邊厚一邊薄 不能薄的薄厚的厚 用一個字 你符字一邊寫大那邊寫小也不好看 做這個字 要細心嘛 做這個字 要細心嘛 這個字 再用這個黃豆粉 全部把它包起來 把它切起來 切起來就是成汁的 切起來就是成汁的 我家裡貧困得很 我父親死得著 我五六歲父親就不拆了 我跟我母親 母親給我帶他 我師父啊 就是我堂哥 我就跟他一起嘛 跟他幫忙嘛 圈大街找小鄉啊 就得家家戶戶啊 都走到家家壯 家家戶戶 我看了 看看呢 自己回家奧堂 自己做 一個不行再做一個 一個不行再做一個 結果呢 我就慢慢地做起來了 現在呢 也快有 這個 七十歲了 也快有七十歲了 做這個堂 年輕人說不行 現在年輕人說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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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這個自動堂 已經不多了 帶幾個圖 把這個自動堂 這個中國的文化 全新下去 Next time on Mean Street Gourmet Today we visit a family in Guangdong who makes hand-pull candies that are meant to look like scallions Seriously Stay tuned 小鄉 小鄉